為了三六里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封面呢持續滯留在巴士海峽 台灣附近的水汽海市稍微多一點點 雲多偶震雨 這個是局部地區偶遇 當然山區比較有機會啦 可是有時候局部地區呢 這個局部每天都會變 每個小時也都變 請大家要有心靈准內 不過這個段期間呢 跟這種下禮拜三開始的 門雨封面相比 這種所謂滯留封面 有時候會有一些小尺度的系統來 相比是穩定很多 所以我說端午假期大致上是穩定的 當然一天當中 可能每些地方都會下一點雨 請大家要有些心理準備 但是大致上的這個雨呢 都不會太大 下禮拜開始就要稍微注意了 我們可以看喔 其實台灣附近呢 雖然說看起來雲量沒有很多 但是還是有一些小的系統發展起來 像這個早上的時候呢 就在北部呢 就有點像狹長的這個熱隊流發展起來 還有山區都有一些短暖線的鎮雨 那現在呢 整個封面位置在這個巴士海峽這邊 然後整個的這個印度洋的水氣呢 事實上有明顯增強的效果 那台灣附近的水氣比較多 所以就是偶陣雨 那未來呢 各位可以看 其實這邊南邊的水氣是蠻多的 然後配合上印度洋來的水氣 中南半島這個水氣一路送上來 所以這邊呢 其實是不穩定的 台灣很幸運喔 就差那麼一點點 但是我們這邊水氣就比較多 那比較不好的就是下禮拜三 端午假期過後 禮拜三開始又有一道封面開始 禮拜三晚上到禮拜四的時候會接近 各位可以看 其實這個影響到台灣 就盤踞在這個地方 就不是在巴士海峽的 可能在台灣上空盤踞 那會就有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呢 還蠻長的喔 請大家要有些心理準備了 預計呢 可能會持續到 這個6月中旬左右 也就是至少有7天以上 接近到10天 這當然啦 有一定的變動空間啦 但是這樣的一個不穩定呢 就請大家要心理準備 好好把握端午假期的這個天氣 端午節過後 這個天氣就跟現在是不一樣的類型的 請大家要準備 那這幾天呢 其實大概都是水氣有一點點 持續多 行時多雲的震雨啦 受到風向的影響 當然山區是容易下雨的 中南部呢 在這個未來這兩天 因為這個南邊的水氣太近了 北台 可能山區有一些局部的震雨 不過這個雨呢 不是下整天 各位可以稍微放心 就是大概下兩三個小時 時晴時雨 時陰 這樣的情形 那未來呢 其實大家下雨的範圍呢 禮拜天大概西半部持續有雨 那北部呢 是比較多一點點的 東半部有雨 那禮拜一會緩而一點點 禮拜二南邊有一點水氣上來 那禮拜三呢 就是封面接近影響了 禮拜三的天氣 開始會不太穩定 那禮拜六晚上的天氣呢 那各地大致上維持像這幾天的類型 大致上是不錯 不過其實中南部呢 空氣品質 稍微差一點點 大致上是穩定的 東半部呢 也容易有一些短暫線的雨 是因為風向的關係 到禮拜天呢 其實天氣大致上都是類似的 呃 情時多雲 多雲的情況是比較多 東半部也一樣偶正雨 那溫度上呢 會慢慢的回溫 等於是禮拜一禮拜二 溫度會回溫的更多 所以請大家好好留意哦 好好把握端午假期 相對哦 不是很穩定 也不是艷陽高照 但是是相對穩定 相對於下禮拜的變化 禮拜三四後的變化 是穩定的 請大家好好珍惜 以上是今天的未了360 我們明天見